好,去,去,去 這期六趁著最後的機會在街頭搞簽名運動 希望在6月22日即是前兩天 這個區議會選舉的條例修訂草案 他說要規管網台 他的諮詢截止之前盡最後的努力 希望收集多些香港市民的簽名 當日的成績非常之好 在短短一個多兩個小時我們收集了700多個簽名 最後我們在22日那天就拿去選管會 這次真的非常之成功 首先多謝所有的香港市民 多謝所有的網民 在6月23日 鳳華大法官就出來投降 他說聽到我們市民反對的聲音 知道互聯網很難規管的 所以決定撤回這個 要規管互聯網等同 大器電波的電視和電台的平等原則 在這件事上我想告訴大家 有時候政府是想霸王硬上弓去做一些事情 好像這次選管的指引 其實是不需要經過立法的 不用經過保皇黨議員投票的 只要選舉事務處選管會 他是一意這樣走 他就可以落實這個選舉指引 但是最後 為什麼這個指引會收回呢 大家覺得 就是因為 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裡面 我們香港市民 雖然他不想搞很多諮詢 專門找一個山卡拉地方 炮台山的海邊 叫做銅鑼灣社區中心 包你去找不到的 如果你之前沒有做功課 在平時大家上班的時候 在下午搞一個諮詢會 但是我們都有幾百個人去到 而是全場 是一致反對規管互聯網 規管去立一條這樣的惡例的 而很多網友都在網上 轉發意見書 選管會是收到七百多份的 最後他是要向民意低頭的 我想馮華法官也是一個聰明人 他犯不著同民意對著幹 那些人就在Facebook留言 多謝代一下馮華大法官 他媽媽多謝馮華大法官 因為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話 他的媽媽就可能很麻煩了 很多人不斷地問候 我想說這個小小的例子 就是說 香港市民 在政治上面 越來越感到無助 但是有時候我們做小小的事情 每人走多一步 就會鼓勵到你身邊的人走多一步 那可能 有時候的機會是小一點 有時候的機會大一點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我們做每一個動作 有時候有些政黨去計算 這次如果我做這一步 或者辭職也好 或者公投也好 有沒有效呢 夠不夠到這件事呢 真是不知道的 會不會有反效果呢 會不會被選民 覺得很煩 覺得很浪費錢呢 覺得你搞事情 玩事情 浪費時間呢 會不會 令到自己的民望 反而被這樣拖低呢 真的不知道的 你不做就不知道了 你做呢 還有一線的希望可以成功 好像這次的選管條例呢 我們就成功了 其實我們付出的不是很多 是那次選管會的諮詢 還做了一場大龍鳳 然後大家在網上廣傳 把意見書轟炸選管會的email 那就成功了 但是這次 這個 替補的惡法 究竟我們能不能夠成功呢 究竟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市民好 議員好 他都應該盡他的最大努力 做得多少得多少 因為是一個互動來的 我看到議員又多走一步 市民又會多走一步 今天我們的主題其實有兩個 一個 就是選民登記運動 我想大家今天站在這裡的 都應該登記了選民吧 是吧 是 其實呢 去街頭做選民登記運動呢 有時候我們做一個下午 都未必可以做到很多的登記表格回來 可能幾十份已經很好的了 主要是靠呢 是喚起大家的關心 大家 回去 記住 每人都叫多一兩個 十個八個 你身邊的朋友 去登記做選民 你要將我們的訊息去解釋給他們聽 為什麼這件事是這麼重要 第二樣 就是呼籲大家 七一上街 就是我們今天的其中一個目的 去年七一大家有沒有走出來 有 我想站在這裡 都超過八九成 去年七一都會走出來 我想想起大家 來一個時光倒流 去年的今天 六月二十五號 發生什麼事 政改 政改 我們經常說六二三是政改 其實呢 如果大家 心水清既正好呢 是六月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三日呢 都在立法會 進行政改的辯論和投票 那最後 概觀定論通過這個超錯的政改方案呢 就是六月二十五號 是 毓文來了 那去年的政改通過呢 我想很多市民都很失望 有些很無助的感覺 但是去年的政改通過呢 我們已經有心理準備 知道呢 毓文都說了 政改通過之後 已經有預感 不是預感 是預了呢 香港的政制發展呢 是停滯不前的 是最少十年停滯不前 但是我們是斷估不到呢 今次呢 不是停滯不前 是倒退啊 為什麼會倒退的呢 倒退到什麼呢 倒退到我們基本的 投票權利 我們一路享有的 保選權利 都可能呢 在七月十三號之後呢 就沒有了 那為什麼 特區政府要這麼霸王硬上公 剛才說 在二十天都不夠的時間 要通過這個 替補條例的 那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特區政府說的 他就說呢 因為呢 這件事要解釋給市民聽的嘛 你們未必明白的嘛 有沒有人說 未明清楚替補是什麼一回事啊 我想到很多 未明白的嘛 那他就說呢 要用一年的時間 來解釋給大家知道 要用來宣傳 所以他就要用幾個禮拜時間 去通過了這件事 用一年的時間去解釋 那這個是政府的說法 當然是廢話啦 其實那真相是什麼呢 那真相呢 那真相呢 去年通過了這個超錯政改 為我們增加了五席 那些所謂的 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的議席出來 那所以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呢 亦都是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的起步賽來的 那劉公華昨天還在說 他就說 你九月中已經開始區議會提名了嘛 那旁邊還有一個湯家驊 他就說 湯家驊你都說你要選這個 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的 那如果我現在還不解釋清楚 整個制度背後 那個替補 就是如果 有人不做那個替補機制是什麼 那其實是不公平的喔 這樣 就是說呢 這次 我們除了要怪政府 除了要怪那些保皇黨的議員呢 這次為什麼替補 要這麼急速去霸王硬上攻 其實呢 去年有份投票 要支持這個超錯政舉的藝民主派呢 他是難辭其咎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呢 要告訴他 要他承認呢 他去年做這件事呢 他以為 是只有那顆糖 這次就輸了那間廠 而是還將我們香港人 全香港三百多萬選民 的補選權呢 是雙手奉上了 是令到我們矯械沒有得去補選 我最想說這個很荒謬的就是 當陳偉業議員和和文議員說 在7月13號 在立法會的二讀辯論和三讀的時候呢 要用一個拉布戰術 民主黨呢 公民黨其實都有份 就說呢 他們是拒絕提出修訂的 那麼拒絕提出修訂也算數 那麼到時你幫不幫手一起辯論呢 那麼今天明報啦 今天根據明報的報導 民主黨呢 他就說 他會在草案恢復二讀之後呢 集體離場 就是幫一下口都不幫了 就是收工去喝茶 那麼公民黨和何秀蘭呢 都說將會留守在會場呢 參與辯論 就是大家要看清楚 這些所謂的偽民主派 打倒民主黨 慢慢來 有層次一點 有論述先 他呢 在立法會的角色就是 假裝反對 假裝反對 投反對票 或者離場 或者離場 但這件事呢 他不是為了改變那件事 不是為了揭盡所能 去令到那件事呢 是會扭轉的 那麼市民 怎樣對得住 大家投了票這麼久的選民呢 就是這份 保皇港的石禮謙 他都說 都要問政府 喂 你要講講 清清楚楚 那個 事情背後整個論述是怎樣的 我都要去 他以後都要對我的子子孫孫有個交代 就是不可以這樣 就是人保皇黨也可以這樣說 但是民主黨 竟然是 扮反對 昨天張文工說扮憤怒 有沒有看 扮憤怒 之後就已經 預言呢 他們 7月13日就離場 其實離場 可以放暑假的 可以上飛機 因為 最重要的事情 他都不用投票了 因為他是 他以離場 扮抗議 那個人最旅行 對不對 但是 這個 我經常都講了一個比喻 就是一個聽眾教我們 打上網台 他說如果有人要強姦你 強姦你老婆 強姦你媽媽 你 你會怎麼做呢 你是不是站在旁邊 幫他喊不好啊 不好啊 但喊完不好 當然他會繼續做的 沒了 我只要離場抗議 唯有 沒有眼屎乾淨 就不看 那你說你怎麼對得住 你的選民 怎麼對得住香港市民 還有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民主黨 甚至公民黨我也想問一下 當日 他們說 不會提出修訂草案 不會提出修訂 在7月13日 我可以理解為 他們是 暫時不想分散焦點 他們很想就是7月1日 很多人出來 50萬 100萬 出來後 政府就很害怕 就收回了 所以13日 就不用投票了 可能是 你說他很天真 很傻又可以 你說他 很孤主 很有信心又可以 但是大家覺得 有沒有可能呢 就算23條那次 他都不會馬上出來 跟你說收回 如果你真的是 這個是戰略來的 你後著是什麼呢 如果7月1日 大家出來之後 他都不肯了 到13日 你是不是現在跟別人說 說集體離場就OK 就對得住我們的選民呢 不是的嘛 你是要 如果 那些選民 等於你家人 是你民主黨的家人 他被人強姦的時候 或者人告訴你 13日就會來強姦你了 那你現在說你離場抗議 那你怎麼對得住香港人呢 所以希望7月1日的時候 如果大家在街上見到他們呢 都問問問他們 那你的後著是怎樣 現在我被政府強姦了 那你7月17日怎樣幫我呢 那我想一陣子 我留有些方法 有些指引給大家 就是可以怎麼做的 我